机关署帮高端做保护力报告 延续EUA 名嘴吴子家炮轰 政府把国人的施打资料 直接给高端使用 摆明图例 该移送法办 蓝军更提报 政府为了协助高端 还刻意修改公告 7月27号高端送出保护效益 报告给卫福部同一天 卫福部就公告 容许机关署以公卫的名义为由 搜集所有施党疫苗民众的资讯 不必经过IRB审查 司法 玩法 合悟自己 为了一个高端什么都敢做 大数据的资料分析 先前就已经决定要做的 不是为了哪一家公司 高端保护力怎么算的 根本看不到原始数据 甚至连审查委员都不愿公开背书句名 有专家质疑高端的送力 没想到却哀告 真正诽谤高端疫苗无效 是日本政府指挥中心 利用重打三剂疫苗 补强高端 官宣了高端的效果 应该是全民要控告民进党政府才对 坐贼喊坐贼 先去告王任贤理事长 我觉得你莫名其妙到极点 全世界几乎都不认定高端有效 为何百姓不能质疑 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因为他要堵住你的嘴 这些东西告了会不会成立 这都是可以评断的 你没有效力报告的话 我就可以讲你是无效 蔡政府说高端的保护力 有90%比莫德纳还神奇 不知道有多少百姓 还愿意相信 这是黄英俊林慧杰台北采访报道 我是戴立冈 也是气象专家 18年的气象主播位置 告诉你最准确的天气信息 当然更重要的天气内容 就要锁定我们中视气象台 更多的新闻信息内容 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按赞 订阅 分享 开启小铃铛